星期点三现购战,调主任口等赛季,李肖鹏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。 上赛季,在里面投资有限的情况下,李肖鹏将球队再到联赛第三和职鞋都结合。 除此赛季的表现和战绩堪称完美,郑英热手对赛季成绩太亮眼, 要给他对第二个赛季形成一种运行的严厉。 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迷,他们的入口都会掉得很足。 不低于之前的表现,似乎成了一种无形的共识。 更何况,球队本赛季重金引进大牌球星费来民, 更是给予外界无限的想想。 原来,正所谓银河寻找不可兼得, 全新起点出发的李南泰山, 要想前往全部入口又谈何容易。 重央2016赛季,李南同样是三现作战, 最终成绩也是喜悠参半征战外观有所突破, 时隔标明重返八强, 让球迷新喜地义, 林赛却是本事打击, 在将棋圈盘徨了大半个赛季之后, 最终惊险打击, 随随便赛场更是惨淡收场, 在第二年就被生荒淘汰, 完全失去新月行风。 本赛季, 李南或许会同样列明这样的问题, 从球队投入和配置来看, 尽管免进队来临, 但球队整体投入依旧有限, 和盛港、恒大、国安这些球队差距依旧明显, 如此阵容恐难支撑三现作战, 这种情况与2016赛季都有几分相似。 2016赛季, 李南明确表示, 妖怪是俱乐部的正心, 确保妖怪出现是球队的核心任务, 俱乐部机缘配置和球员精力, 也全面向妖怪清学, 球队重置成城才有可突破, 所以, 新赛季李南明反显会再次任您决购妖怪, 联赛和服学奔, 究竟该如何取舍? 新赛季李南明就要保持在中超权力, 又要打好妖怪, 妖怪资格来之不易, 球队在妖怪上还没有真正证明过自己, 要努力有所突破, 队光肯定不好打, 小组对手实力都很强, 装超合级也有新变化, 我们的强劲对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, 挖力比去年金倒不小, 小旺新赛季, 李肖鹏在军事采访时表示, 即使任务比去年重, 目标也不能比去年冰, 熟悉李肖鹏的人都知道, 他是一个不具挖力和挑战的人, 从此看来, 伟能对于新赛季三线初心依旧充满自信心, 球迷也唯有相信李肖鹏, 期待他再次顺对创造神奇, 心态战主上也有新变强力提起新变强这个词, 可能更多的互论在年轻球员身上, 经常用来描述运动员转为职业球员的最初两个新变强技中, 遇到的种种不适应情况, 就像远玄有一堵看不见的墙, 挡住了前进的带路, 其实, 新变强到教练员身上, 也同样存在着, 翻看装超历史, 直教球队守住飞机城市, 转过门来就连高打击, 甚至降级的主帅务力不在少数, 此前, 远插跟薛夏利尔达森, 也并负得主帅桥太下, 在执教中插的第二个赛季, 都撞上了新秀强, 同样, 在里能执教第二个名头的李湘鹏, 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困难, 首先, 李湘鹏在经历上赛季的一年经营后, 本赛季势必会成为各大俱乐部正点照顾的对象, 一方面, 他的战术打法, 对于中插个队来说已经不在陌生, 他略一旦被吃透之后, 比赛就会变得不好打, 正义封面, 顶着最佳主帅光皇的李湘鹏, 外界对他的要求自然会高预一些, 一旦成绩出现跌动, 或能有突破, 他满脸会陷入正义行为之中, 当然, 这者射出的是所有职业战略, 都可能会遇到的窘境, 去年大家不看好你, 你打得好一点就能得到赞赏, 金融金量值高了, 哪怕踢得不差, 大家也不会满意, 最重要的是把这位置, 放平心态, 放进过去的成绩, 从头再来, 去年我说我们不是五支超级强队之一, 今年我们仍然不是争冠最热门的球队, 好在, 并已远前被做了处境, 李肖鹏有着清醒的认识, 当然, 对于前女来讲, 在鲁门成绩出现波动之时, 那时候对于李肖鹏的理解和支持, 才更为可贵, 赢了可叫夸, 输了可叫骂, 这并不能带来什么实际性的帮助, 新突破成功为能继交教练去年年底, 在中超联赛年队颁奖典礼上, 李肖鹏一样凯纳尔罗和施密特, 掌获了继交教练奖项, 他也成为近七年来, 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本土教练, 在2011年, 马林当选中超继交教练之后, 这一奖项一定里头是无人, 正是因为, 近年来, 中超格局变得越来越大, 世界级教练纷纷来怀直较, 向中超继交教练分起全有力竞争, 就有让中超继交教练, 变得含金量十足, 李肖鹏能够揚揚进交教练, 更凸显然能可贵之处, 新大际, 李肖鹏明明的竞争将更加激烈, 目前, 十六支中超球队主帅都已就位, 其中有四支球队选择本土教练, 分别是天津天海人选祥福, 山东里能的李肖鹏, 和南建立的王宝生, 以及上赛地负面鲁汉卓尔, 生日中差的鲁铁, 本土教练的数量只剩四分之一, 总的难说还是王顺的天下, 李肖鹏不仅要从本土教练中实现通文, 还要面临着凯纳瓦罗, 佩雷娜, 施密克, 崔开西等一种民社都有角, 想要继续竞争最高教练难度不小, 值得一提的是, 在中超时代, 无论是杨帅还是土帅, 还没有任何人成功率运过最高教练, 先后获得过两次的多比较少, 对门两次当选过最高主帅的人士图巴2008-2006赛季, 和予成功率运的例子, 发生在甲A17, 直教大流浪达的池圣斌, 曾在1996和1997赛季, 人士当选最高教练, 对于李肖鹏来言, 如果新赛季能够成功来源, 这无疑将是一个更大的荣誉。